平兒幫鳳姐掩著她放債收貴裡有不思幾錢的事,鳳姐不知多高興,兩個正談得很開心,賈蓮就回來了,她兩個人馬上收口,鳳姐叫擺上酒咬,夫妻打對面坐樹。 鳳姐雖然可以喝,但不敢任興,只是坐樹陪著賈蓮。 一會兒,賈蓮的羽毛趙媽媽走來,鳳姐叫她上礦喝酒,趙媽媽不肯,平兒她們就在礦邊放了一張小機,又放了腳踏,趙媽媽就在腳踏坐樹。 賈蓮就在自己桌上搬了兩道菜,放在雞仔裡等趙媽媽自己吃。 鳳姐就說,那些媽媽咬不動的,咬傷她的牙齒。 平兒呀,今早我說那碗火腿燉完看燉得很軟的,給媽媽吃就對了,你為什麼不快點給她熱翻拿上來呀? 媽媽,你試試看,你兒子帶回來的胃泉酒呀。 趙媽媽就說,我喝,奶奶也喝了,怕什麼呀?不要過量就可以了。 趙媽媽,我家下酒來,又不是為喝酒的,倒是有件正經事,想求奶奶來關照我。 唉,我們這位二爺呀,說就說得好咯,到時不記得我咯。 幸好,我是自小偉大你的,現在我老咯,就只有兩粒仔。 咯,那你就關照一下,給他們一份工作吧,人家都不敢說三說四咯。 我求了你幾次了,你應就答應得好咯,知道現在還得過吉咯。 這趟府上天下跌下來一件大喜事,哪裏說不用人手呀? 顧姿兒呢,我今天就來跟奶奶你說咯。 靠我們呀二爺呀,唉,真是餓死都有之呀。 鳳姐就笑笑話了,你放心啦,兩個哥哥都交給我啦。 媽媽呀,你自小偉大的兒子,還有不知道他的皮性的嗎? 他呀,拿自己的皮肉,貼上那些不相干的人呀。 那現成那兩個,吃一個老母奶大的哥哥,誰比別人呀? 你疼他們,關照他們,誰敢說一聲呀? 沒那麼白白皮了別人呀。 啊,是啊,我還說錯了,我們看來是外人,他就看作是內人一樣的。 鳳姐就說到整屋人都笑了,為什麼這麼好笑呢? 內人呢,就是自己的老婆嘛。 鳳姐這句話呢,是在那裡吵架連的。 趙媽媽就笑得忠忠忠,跟著又念佛聲話,阿彌陀佛呀! 你這間屋出了個清天了! 才是不好冤枉二爺的。 哇,他是為什麼內人、外人呀! 二爺又沒那麼混帳的。 他就是好心過頭,又不耐人家的哀。 人家說兩句,她就心軟了,那就是了,人家對內人不知多好相遇,在我們面前就刻起臉了。 奶奶說得我都好笑,喝杯美酒,有奶奶做主,我就不休了。 那賈蓮就被馮姐問了,不好意思,拿個彩,笑笑口就罵,你亂說了。 她就一味在那裡喝酒,見她倆笑完了,賈蓮就說,快點裝飯來,還要去曾大哥那邊商量的事。 馮姐就說,對了,問了正經事,剛才老爺叫你做什麼? 馮姐,不是聖親的事咯。 馮姐,聖親的事準了? 馮姐,七七八八的咯。 馮姐,那真是可見聖上龍恩了,我聽了那麼多戲,看了那麼多戲,好像古時候都沒有過的。 馮姐,趙媽媽跟著就說,是咯,我都老懵懂了,老爺呀,我聽見上上下下就很厲害了,說什麼聖親不聖親我,我都不知道那麼多了。 馮姐,這段話,醒親我,是什麼緣故呢? 馮姐,賈蓮就說,當今聖上體貼萬人之心,世上莫大得個孝者,不分貴賤凡是做父母兒女的都是一個道理的。 那麼聖上認為,自己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,都還不能略盡孝矣,見宮裡頭的殯妃財人都是入宮多年未見父母的,豈有說不想知理呀? 兒女思念父母是應份的,父母在家,倘若思念兒女病了,亦大傷天和。 所以啟奏太上皇皇太后,每月逢二逢六,准些侯妃眷屬入宮探望。 兩位老聖人又下旨意,除了二六日入宮之外,還有重臺別院的可以讓侯妃在宮外住下,盡下骨肉思情,共享天倫之樂。 這道旨意一樂,誰說不高興呀? 而今周貴人的父親,已經在府裡動宮,起醒親別院了。 還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佑,又派了人去城外找地方了。 那你說不是八九成了嗎? 趙媽媽就說,哎呀阿彌陀佛,原來是這樣的。 那我們也要整頭店來接大小姐了。 那還要說嗎?不是最近還要這麼忙嗎? 鳳姐又說笑了。 啊,如果是這樣啊?那我也要先見大小姐了。 這壞我小了幾歲,如果是早生二、三十年,現在那些老人家都不會說我沒見過小姐了。 你一說說,當年太祖皇帝、學信帝南巡的故事,哪本書都寫得沒那麼虛陷的。 我偏偏生都不是時候咯。趙媽媽就說,哎呀,那確是千載難逢的。 那時候呢,我剛剛記得這麼大了,我們家府在姑蘇洋州一帶,監造海船、修理海堂,為了安排接駕一次而已。 哎呀,洗銀就洗到倒水那樣的。說起來就,是啊,我們皇府都搞過一次了。 那時候我們阿爺,管各國進貢賀朝的事,凡是有外國人來,都是我們家裡供的。 廣東、福建、雲南、浙江,所有那些洋船貨物都是我家裡的。 那些誰不知道啊?現在都有一句俗語話,東海小鳥白玉床,龍王來請金陵王。 那就是說說奶奶你們府上咯。 還有啊,家在江南的恩家,哎呀,真是很夠派的。 他一家就接過四次家的了。 如果不是我們親眼看到,說給誰聽,誰都不會相信的。 哎呀,別說說那些銀變泥那樣。 那就是世上所有的東西啊,哪樣不是用來對山塞海那樣的。 哎呀,都不顧得折舵不折舵那樣的。 是啊,我時時聽到我們的太爺都是這樣說的,怎麼會不相信呢? 那就是我不明白,他們為什麼這麼富貴呢? 哦,那我說一聲啊,奶奶你聽啊。 哎呀,不過是拿皇帝家的錢,就花在皇帝身的。 哪家有這麼多錢,買這種麵光啊? 那他兩個人,你一言我一語,說得正是熱鬧。 王夫人就叫人來看鳳姐吃了飯了沒有? 鳳姐知道有事就等他了, 那就馬上隨便爬了半碗飯, 朗元口就想走了。 二門那裡有個家童來回稟, 啊,東虎是容哥仔啊,長哥仔來了啊。 賈蓮朗元口,平兒就捧著麵盤給他洗手, 那見到賈蓉賈祥入麗了,賈蓮就說, 什麼啊,快點說吧。 賈蓮就說了,我父親叫我來, 說給二叔知道,說各位老爺商量定了, 在東邊一帶,近著東虎花園那邊起, 就轉到北邊,量好曬的了, 有三里半大的路, 用來起省親別院, 已經派人去畫陶養的了,明天就有了。 二叔你剛剛回來,叫你休息一下, 不用過去我們那邊了, 有話明早過去才商量啊。 賈蓮就說, 啊,多謝大爺費心, 那我不過去的了。 啊,他們這個主意啊,都省事啊, 又容易起, 如果是在別處搞過就更加費事, 反而不成什麼體統。 那你回去說, 啊,這樣很好, 如果各位老爺要改, 那我勞煩大爺去勸一下,千萬不要另外找個地方啊。 明早我去和大爺請安, 再異過一些細節。 賈蓉一味認了是是是是, 後來賈蓉就走近去說, 啊,大爺派侄爺我, 去姑嫂聘請教閘, 採買女兒子自辦樂器器服啊, 叫我帶來賴管家的兩個兒子, 還有善聘人, 博固收兩位清客相公一起去啊, 叫我來告訴叔叔啊。 賈蓮就從頭到腳, 拿一下賈蓉笑笑口這樣說了。 呵呵呵, 你在行嗎? 這份差事雖然不算粗啊, 這女兒好多露宿啊。 呵呵, 學一下而已啊。 賈蓉就在身邊的燈影下面, 靜靜就拔一拔鳳姐的三腳, 鳳姐就匯他衣了, 就笑笑話了。 哎呀,二爺你又太粗心了, 難道大爺還沒有我們適用人嗎? 是你怕他不在行的, 哪個都是這麼在行的? 他這麼大了嘛, 就算沒吃過豬肉, 都見過豬啦。 大爺派他去, 不過是掛過主事的名字, 計我說就好了。 賈蓮就馬上說, 那當然啦。 我不是說這樣不好, 不過是要幫他量度一下。 這筆銀在哪裡出啊? 賈蓉就說, 剛才說到這裡啦, 賴爺說, 不是在京城帶去啊, 我們在江南恩家那裡還有五萬兩銀, 明天寫封信和匯票給我們帶去。 只三萬兩先, 剩下二萬兩存在, 等置辦些花燭彩燈和角色窗簾那時才用啊。 嗯, 這個主意是好的啊。 鳳姐就馬上對賈蓮說, 既然是這樣啦, 便宜一下你啊, 我有兩個在行妥當的人, 你帶他們去辦啦。 哦, 我是正想和沈娘你拿兩個人啊, 那就對了啦。 那賈蓮就問這兩個人是什麼名, 鳳姐就回頭問趙媽媽, 你當時那個趙媽媽呢, 已經聽到阿嬤大嘴, 不懂回答話了。 平兒就推一下她, 她才醒起來, 立刻就說, 哦, 一個叫做趙天良, 一個叫做趙天董。 鳳姐就說, 那你別忘了啊, 我有事先走去啊。 講完就走了去了。 賈蓮送鳳姐出來, 靜靜跟鳳姐說啦, 嘿嘿, 手良你要什麼呀? 吩咐我開張單給長兄弟帶去照單跟你辦來啦。 別放屁啦, 你呀, 我的東西都沒有訂等啊, 用不著你們鬼鬼屎鼠這樣啊? 講完就笑笑口就走了去了。 那裡面的賈蓮呢, 也靜靜在那兒問賈蓮, 嘿嘿, 二叔呀你要什麼呀? 順便找些回來孝敬你啦。 你別這麼有意子, 剛剛才學辦事, 就學會這首東西啦。 我要什麼會寫信告訴你呢? 講完就打發他們兩個走了。 第二天早上, 賈蓮起來, 去見過賈赦和賈正, 就過去寧國府那邊。 他和幾個老管事, 以及幾位世交門下的青客相公, 一起去審查兩府的地方, 劃醒親殿羽的圖, 一邊呢, 又量一下那些辦事的人丁。 接下來呢, 就動起宮了。 各行象役齊集, 金銀銅石以及土木尊雅之旅, 就不潔運到來了。 先就派人拆了寧府匯方園的圍牆流港, 等可以直接通入去榮府的東大院。 榮府東邊一帶所有下人住的屋都拆光了。 兩書就湊成一書, 就省了很多財力了。 但他算起來, 所增加的花費都有限的。 這次呢, 就全靠一個叫做山子野的老先生, 一一籌劃的。 賈政呢, 一向都不慣管理事務的。 任由得賈舍、賈真賈年, 和管家賴大、來星、林之孝、吳新登、 尖光、程日興, 他們去安排擺埔。 凡是堆山作詞、喜樓樹角、 種族再花等等, 有關點景的事, 又有山子野在報之調道。 賈政下朝回來沒什麼事, 就只是去各處看看, 重要的地方就和賈舍商量一下。 那保育這陣子, 因為家裡有一件大事, 賈政不來得問他功課, 他當然是疏乾了。 不過就因為巡宗的病, 一日重過一日, 他心掛掛地不安樂。 這日一早起床, 疏洗完筆, 就想告訴賈母知, 去探望秦忠。 忽然間見到家童冥煙, 在二門照壁前縮頭縮腦。 寶玉走去問他, 做什麼? 哎呀, 秦相公不行了。 寶玉就嚇了一驚, 啊? 我昨天才看過他, 還挺精神的, 為什麼又不行了? 我也不知道, 剛才是他家老爺, 故意來告訴我們。 寶玉就馬上轉身去品名賈母, 賈母就吩咐他說, 哎呀, 好聲派個穩陣點的跟上去呀。 哎呀, 盡下童槍之情就回來了, 不要那麼久呀。 寶玉聽完, 快點換衣服出來呀, 怎知車還未備好, 急得他在車上騰騰, 沒多久就吹到車來了, 他就啥聲爬上車, 李貴呀, 冥煙呀, 跟著在後面。 去到秦中他們家門口, 靜英英一個人都沒有, 事事發發一直湧入內室, 嚇到秦中那兩個遠房沈母, 和幾個兄弟躲都躲不及。 這時候呢, 秦中就已經暈了過去兩三次了, 後事都準備多事咯, 寶玉一見他這樣, 忍不住就失聲痛哭起來, 李貴就立刻勸他說, 哎呀, 你不要這樣呀, 秦相公是弱症來的, 躺在礦道, 硬到骨頭都不自在, 暫時搬下來等他鬆一下, 哥仔你這樣, 就反為加重他的病咯。 寶玉就忍著哭走近去咯, 看見秦中, 臉如, 白蠟, 閉上眼睜起, 寶玉立刻就叫了, 瓊兄, 寶玉來了, 連叫兩三聲, 秦中都沒有反應, 後來秦中就這樣斷了氣, 寶玉哭得什麼, 李貴他們勸了半天才勸得住, 過了七天之後, 就是送殯出喪了, 寶玉當然就去吊祭一番, 這件事就過了去了, 又過了不知多久了, 有一天, 賀真來回品賀正話了, 原來工程已經告成了, 大老爺已經看過了, 就等老爺看了, 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再改一改, 就好提匾額對聯了。 賀正聽完, 想了一會兒就說了, 嗯, 扁額對聯, 都是件難事, 照理該請貴妃刺提才是, 但是貴妃如果不親到其境, 大概也不肯提, 如果等貴妃游行過再請提, 那麼, 那麼大的景致, 那麼多庭借, 無字標題, 都會覺得遼落無趣, 任她有花漏山水, 都斷不會生息。 那麼, 旁邊的眾青客就說了, 啊, 老闆用所見極是呀, 如今我們有個主意, 來, 各處扁額對聯, 段段不可小, 亦段段不可定名, 如今, 暫時按他的景致, 畫兩字、三字、四字, 以出個大改俠義詩的名字出來, 做登扁對聯, 掛起它先, 讓貴妃游行之時, 再請定名, 喜不量善。 嗯, 所見, 不差。 我們今天先去看看, 只管提了先, 妥當就用, 不妥的將來在意。 說完呢, 他們就起來了, 賈政帶著眾人前去, 賈珍先去裡面, 告訴眾人, 這麼巧這幾天, 寶玉因為思念巡蹤, 整天憂傷, 賈武派人帶寶玉進來玩, 這時候他剛剛進去, 忽然間見到賈珍來到, 賈珍對寶玉說, 喂,你還不出去? 老爺就來了。 寶玉就馬上帶著羽良家童, 尿了出去, 剛剛轉了彎, 哈, 撞正賈政帶著一群青客來, 躲都躲不及, 只好站在一邊。 賈政最近因為聽賈代語, 讚賈賈玉對對聯好厲害, 雖然不喜歡讀書, 到時有點歪才, 所以這時候賈政就叫寶玉跟著來了, 寶玉跟著在後面走, 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, 賈政剛剛走到圓門前, 賈珍帶著一幫執事人等, 正在一邊等吩咐, 賈政就說, 你把圓門關好, 我們先看看外面才進去。 賈珍就叫人把圓門關好, 好,賈政就站正位置來看門先, 只見正門五間, 上面是桶雅黎秋席, 那些門框窗格都跳上幼細新鮮的花樣的, 一色水磨磚圍牆, 下面是白石台街, 作成西番蓮花的圖樣, 向左右望下, 是雪白的粉牆, 下面是虎皮石, 果然不樂乎麗的俗土, 賈政就歡喜了, 他就叫開門, 只見迎面一堆綠色的山擋在前面, 眾青客都說, 好山呀!好山呀! 賈政就說, 如果沒有這一堆山, 一進來圓中, 所有的景都見了, 那還有什麼趣呢? 眾人就說, 是呀!是呀! 若非空中大有材色, 那豈能上得到呢? 講完就往前一望, 只見白石山又高又岩慘, 有些就像鬼怪, 有些就像猛獸, 橫橫樹樹的動響樹, 上面還一塊塊青苔, 一重重藤鑼, 其中就隱約見到一條羊長小路, 沒有, 賈政就說, 我們就由這條小路過去, 回來由那邊出來, 這樣才看得到全貌呀! 講完, 就叫賈珍在前面帶路, 自己就扶著寶玉, 好, 帶一群青蛤上宮, 入了山口了! violin på 臼 一 間 的 パ 在 雙 幫 マ 神 感谢观看